嗨大家,這是我,柔文煌 版主我好像很久沒有上來了 所以上來跟大家很快的聊聊天 然後趕一下進度 不知道台灣跟國外是不是一樣 就是放暑假了 大家都知道每次只要放暑假的時候 版主我都特別忙,稍微忙碌了一點點 然後雖然我小孩子比較大 我小孩子已經不像大部分的小孩子 如果你小孩子還很小的話 你可能會花很多時間帶他們出去 我也會啦,其實如果我的小朋友即便很大了 可是如果他們沒有出去的話 我還是會強迫自己帶他們出去 強迫他們出去 因為我不喜歡小孩子一天都會待在家裡 玩電動啊 小孩子要一直玩電動我就快瘋掉了好嗎 所以有在家裡當媽媽的 然後當爸爸媽媽的 然後小孩子放暑假的 各位父母們辛苦了 如果你要在家裡顧小孩的話 然後你失蹤很久的話 版主我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 我基本上也是同樣的道理啦 而且又剛好我子女嘛 我子女從來沒有出過國 有出過國啦 沒有來過加拿大 然後這是他們第一次來加... 第一次來加拿大 就是兩個子女一起來 所以我又更忙了一點 因為有一點像是帶他們 把他們帶進帶出 就是讓他們看一下觀光一下 加拿大是怎麼樣的回事這樣子 所以嗯... 如果我被判斷 我不小心失蹤了 呵呵呵 各位多多言量吧 我盡可能的 盡可能的上來做直播啦 嗯... 現在人不在加拿大 現在人在... 在拉茲韋加斯 等一下 Mia你不是剛生產嗎 剛生產的孕婦上... 上線幹什麼 呵呵呵 呵呵 剛生完小孩子的媽媽不好到睡覺 上網看直播幹什麼 不過... Anyway 我現在在Vegas 嗯... 一... 來Vegas算是一個 蠻匆忙的決定 什麼叫匆忙的決定 我覺得今年一整年啊 坦白跟大家講 我覺得今年一整年根本就是瘋狂的一年 什麼叫瘋狂一年 就今年一整年有點像是 瘋狂的在追星 聽演唱會的一年 如果你不了解什麼意思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跟 版主我要回台灣 特地去聽小歌的演唱會的意思是一樣的 來... 來到... Vegas 來到Vegas也是有一點點 類似這個樣子的決定 為什麼呢 他基本上是在 我要去多倫多的時候 然後突然收到一個朋友的老婆 提醒給我 然後意思就是說 喔 他的老公 他是老公很好的朋友 就是從小 算是從小一起長大的 然後這段時間大家都快要經歷過他們 五十大壽你知道嗎 經過他們五十大壽 然後他的朋友老婆就類似發信函跟我們講說 他五十大壽的時候想去 拉斯維加日慶祝 然後看看有誰有興趣這樣子 然後我的老公就很興奮在跟我講說 他朋友生日想在拉斯維加市度過 我本人對拉斯維加市真的沒有太大的興趣 就是我一直覺得這地方很熱超熱 因為他就是標準的那個沙漠 沙漠溫度 就desert weather 然後除此之外 他就是基本上 要不就購物 然後要不就是賭博 然後要不就是 醃酒娛樂 所以我來這邊幾次了 我都沒有特別的 喔我一定要再回來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朋友提到 那個老公提到嘛 然後我本來有跟他講說 那你就自己去就好了 然後他就突然有講說 可是他很想看那個 Robbie Williams 你們不要再問我Robbie是誰 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 今年怎麼跟人家講說 我要聽演唱會 然後大家問我說誰 誰 好討厭喔 你們這些 你們這些 一直問我是誰的人都好討厭 然後anyway 我老公因為一直以來 是長期Robbie Williams的 歌迷 然後我也蠻喜歡 我也蠻喜歡他的歌 然後他就說 他之前想去墨西哥聽 然後錯過了 然後他說這一次啊 他朋友在這邊過生日的時候 就是剛好是他在維加寺的最後一場 然後他說要不要去 所以整整整整整從他收到信 我們收到信到我們決定要來這裡聽演唱會 他真的就沒有超過24小時 我們20小時如果你真的很想來 那我們就來嘛 因為我怎麼可以阻止他呢 我自己都飛回台灣聽演唱會了 我怎麼可以阻止他 飛來拉斯維加寺聽演唱會呢 所以這個瘋狂的行程就又發生了 所以除此之外我們當然又聽 今年啦今年就是又發 發現一些歌手 我們蠻喜歡聽的 所以我們 一直瘋狂的在訂票 好險其他的演唱會 是在問個話就有的 像什麼UV40啊 如果你不要再問我UV40是誰 我對於解釋我喜歡的歌手 是一件覺得好討厭好煩的事情喔 呵呵呵 你們不知道就表示 我們不是同一個年代的人 好嗎 呵呵 所以像我老公很喜歡Billy Idol啊 呵呵 Billy Idol 如果你不知道是誰 也不要問我 所以anyway 今年就 那天還跟老公在開玩笑說 今年 都 好像在追星的一年 都在追星 呵呵 是有那麼念舊 那麼懷骨嗎 我也不知道耶 不過anyway 因為 是給他朋友的surprise party嘛 因為是他朋友的surprise party 所以就導致於說 我們在 今天 因為他朋友今天才到 在他朋友來之前 我們兩個 就一直不敢發 呃 社交軟體訊息 因為不敢貼照片啊 不敢分享說我們在 呃 Robbie Williams演唱會啊 因為怕露線啊 然後不敢貼任何照片啊 都不敢喔 兩個人都瘋狂不敢 然後昨天我老公 因為昨天生他朋友真實的生日嘛 然後他就說 我老公很好笑 因為我就有發現說 我老公跟我 我們兩個都是屬於那種 不能說謊的人 不能說謊就是 呵 我老公就說 怎麼辦 他生日 他生日我總要祝福他生日快樂吧 然後我就說 你就祝福他生日快樂啊 他說那那我祝福他生日快樂 所以我總不能跟他說 不出來喝一杯吧 我就說他 他知道你在忙啊 然後我老公就整個很尷尬 你知道就是那種 整個哀哀悠悠 老公這樣說怎麼辦怎麼辦 我不能說謊 我就跟他說 沒有叫你說謊 你就不要講話就好了 然後我老公 可是不講話 對我來說就等於說謊啊 呵 我花了一整天 然後 然後老公這種人啊 做不下來的人 演唱會他就很想分享 不准分享 不准分享 你聽到沒有 呵 連我都不准分享 因為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有沒有follow我的粉絲頁 你知道嗎 本來想說如果講中文 他應該聽不懂 可是我說不要 我們 與防萬一 要是他不小心看到了 我們又露線了 所以我們就說 對連我們在 我們在那個 拉斯維加斯的事情 不能讓他知道 然後昨天貼了一張照片嗎 還是那種千挑萬選 就是那種 背景 他背景是一個 花的照片嗎 大頭照不是換掉嗎 然後我就說 這樣照片可以貼吧 可以貼吧 因為你看他看不出來 我是在拉斯維加斯啊 呵呵 好撐喔 從來都不知道 原來我們是有一點 社交軟體中毒的人 沒有那麼嚴重啦 只是我們都是弄很標準的 其實就是 有好的東西 有好的事情 就很迫不及在想要跟 身旁的人分享這樣子 然後昨天就一整天這樣 憋憋憋憋 然後憋到我老公 根本就是快便秘了 快不行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今天早上才很好笑 今天早上我們決定要去 散步嘛 我們決定去街上散步 然後散步的時候 他就一直跟他老婆 跟他朋友的老婆 因為我們要安排這個嘛 就是一直在訊息 然後我們就反應說 奇怪你訊息來訊息 你們另外一半一直在做訊息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我說你們怎麼可以訊息那麼多 然後還不被發現這樣子 然後走在路上的時候 因為拉斯維加斯你們有來的話 發現其實距離真的要走 可以走很遠嘛 然後走很遠 我們要趕在他來的時候回來 然後那個時候說 怎麼辦怎麼辦我們找個計程車吧 然後我們說 不可以在大馬路招啦 大馬路招的話如果 他的計程車 因為他們剛好下飛機 他的計程車如果經過的時候 看到我們怎麼辦 然後老公又說 不會有這麼巧吧 我說你知道嗎 不要跟我說不要有這麼巧 在我身邊常常這種巧 都不能再巧的事情 所以我說不行啦 躲起來叫車啦 我們一定要走暗道 或者是走在路上的時候 就是很靠近馬路的時候 趕快把頭髮遮起來 因為朋友知道我懶頭髮嘛 對我說怎麼辦 我們我們戴帽子好了 戴帽子 然後把頭髮遮起來 然後戴太眼鏡好了 把整個頭包起來好了 呵呵 反正很辛苦 辛苦到最後就是他朋友 啊 終於跟他朋友見面了 然後我們就說 喔天啊我們終於可以 我們終於可以 上網直播 我們終於可以貼照片 我們終於可以幹嘛 因為我怕人家發現說 欸對啊你那個背景在哪裡 呵呵 有些人觀察力很好的 就會這樣 欸你那個背景在哪裡 呵呵 所以 Anyway 這是為什麼啦 因為真的很忙 這禮拜有很多人來打電話 我知道我承諾過你們 我會開始賣書 可是真的是忙到 忙到有一點昏頭了 啊所以我會盡快在下禮拜的時候 把連結弄好 然後讓你們可以上網 上網買書 然後這一次不會馬上拿下來 因為這一次已經跟出版社協調過了 然後 呃 所以 我的 我的底線 就是 我什麼時候讓他知道啊 九月底 九月底會 要告訴他多少書嘛 所以我的 關於書的話 我會讓大家 訂購到九月底 九月底為止 然後我盡可能在下禮拜 下禮拜 把連結拿上來 然後大家可以訂書 所以 不用太緊張啦 因為這幾天一直有人傳訊息 版主七月要訂書了 然後找不到 找不到 找不到書的連結是不是又賣光了 我在 我在看你們的那個 私訊給我的時候 有時候覺得很好笑 為什麼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我就覺得說 我是不是有很不良的紀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 等一下喔 我是不是那種紀錄很不好 然後讓大家覺得我不賣就不賣了 我不賣就不賣了 所以一直寫信來很擔心 你辦出誤怎麼辦 找不到連結什麼都找不到 我不要擔心好不好 我不要製造大家的恐慌 所以 是因為我還沒有放 不是你找不到 也不是我拿下來了 也不是因為賣光了 因為 我沒有輸存貨 所以我通常都是 預購有多少 你們預購多少 然後我 我會 再跟 再跟出版設定 再請他們幫我印出來 這一次書 這一次書 會開放預購 被愛遺忘的埃及會開放預購 心靈寫真館會開放訂購 然後 另外一本就是 關於我們的直播 第一到五十集 因為直播想要把它趕出來 然後現在又不知道 到底自己有沒有時間把它趕出來 一到五十集 會把它結集成冊 然後開始賣 所以這本書是新的書 除此之外 另外一個旁邊賣的東西是 有網友跟版主我合作 然後要試著把那個 被遺忘的埃及畫成漫畫 畫成漫畫販售 然後這個也會一起讓大家 預購 因為現在就是彼此往來蘇星當中 然後希望可以把它 在十月 就是在版主我回到台灣之前 把它全部都搞定 然後全部都可以拿出來 拿出來獻給大家 所以有一點像是各方位的在趕工 然後各方位的協調好 希望在回台灣的時候 有滿滿的作品可以給大家這樣子 這也是為什麼這一陣子特別忙的原因 主要真的就是 因為新書要出來 我這個月就把它寫好 寫好的時候我才有辦法確保 在十月在我回台灣之前 它是可以被印出來的 然後除此之外呢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自己 把自己的行程搞這麼滿你知道 呵呵呵 我很努力的不要讓自己行程搞很滿 什麼叫趕工滿的原因就是 如果我們的書可以順利出來的話 我們會考慮開書友會 那因為上次我們借場地的關係 然後合作下來沒有太... 流程沒有太順利 所以這一次在預購書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跟大家收取 嗯... 郵寄費用 還是... 嗯... 運售費用 就是寄給... 我在講什麼 我們可以... 一的... 我們都會跟你收郵件費用 我們會跟你收一百塊郵件費用 一百塊就是第一我們寄給你 我們把書寄給你 再來或者是你自取 你自取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有考慮要開書友會 這一次不簽書了 因為上次發現簽書我們花了太多的時間 所以這一次如果有辦法的話 我盡可能的把書先簽好 再寄給你們 所以即便你們現在就付錢了 然後書寄送要到你們家的話 你們還是要等到11月喔 你們還要等到11月的時候 我們才會把書寄給你們 如果你們要選擇自取的話 原因在於說 因為我們這一次有考慮要不要辦書友會 如果買書的人夠的話 然後我們會跟你收取一百塊的寄送費用 那個一百塊基本上是讓你來參加書友會 也就是說大部分的書都會已經簽好了 所以在書友會裡面我們不會簽書 不簽任何的東西 我們不花任何時間簽書 因為我們上次好慌張好慌忙好慌亂 它根本就是一片亂 我沒有辦法形容 所以這一次我想要好好的運用我的時間 所以這一次我想要優雅的坐下來喝咖啡可以嗎 什麼叫做優雅的坐下來喝咖啡 也就是說我覺得這一次我們書可以事先簽好 然後我們可以坐下來 好好的聊個天 我們可以聊天啊 我們可以談談書啊你知道嗎 我們可以優雅的 優雅的辦我們的書友會 所以那一百 那個一百塊跟你收的自取費 其實有點像你的門票費 也就是它只有一百塊 我們只會跟你收一百塊 因為我們決定要租場地嘛 所以就是把那個錢拿來租場地用 那另外如果 如果 嗯 不買書 然後只是現場要來參加的話 就是現場要入場的話 我們會跟你收大概兩百或兩百五十塊喔 的入場費 所以如果 你有要訂書的話 嗯 記得我們是會可以跟你說 你可以選擇自取或者選擇我們寄給你 那但基本上 那跟你收取的那一百塊 是可以拿來當作 入場費用的 就是我們回台灣的時候 我們會依照場地人數 看看多少人想要來參加 書友會 我們叫書友會好了 不要簽書 你們不要再拿來問我說版主可不可以簽 可不可以簽這個 可不可以簽便條紙 可不可以簽什麼不簽 不簽不簽不簽 我們要優雅的 我們要優雅的 開書友會 就是可以拍美美的照片 然後不需要被人家趕出來 可以在時間內 跟大家好好的喝個咖啡 聊天這個樣子 所以anyway 嗯 這個場地還沒有確定 這會依照我們賣書的人數 然後看看需要多大的場地再來決定 但至少希望不會像上次那樣子 讓大家花很多的時間在等待等候 然後又擔心 不知道自己 有沒有辦法買到書 然後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辦法簽名這樣子 這一次是預售的記號 預售會到9月底 9月底 因為我要確定 我要跟出版社確定要多少書 所以會一直賣到9月底好嗎 然後 呵 我腦子好多事情 我還想做直播 但是 在度假的時候 我老公一直跟我講說 我最近壓力好大 我最近真的壓力好大 然後最近一直告訴自己壓力好大 然後我那天跟大家講說 我覺得我的問題就是 我常常說自己壓力很大 常常說 然後就不自覺把自己搞得壓力很大 我從現在 我現在從現在開始 我要改變我的所有講話方式 我說我要聽詞講話好忙 我沒有時間 可是你知道它跟我的個性很有關係 我的個性就是因為我靜不下來 所以只要我有靜下來的時間 我就會想找別的事情做 我就會找事情做 所以 我覺得跟我的個性根本就是有關 所以當我在這邊 一直嘲笑我老公進不下來 因為他真的進不下來 他的度假 他的度假就是 我們去這裡 我們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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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去那裡 然後對他來說 只要不在工作內的話 度假都是 他進不下來度假 對他來說是很身心放鬆的 可是他對我來說 就不是身心放鬆的度假 你知道我意思嗎 Anyway 所以我就決定 嗯好 我不要 我不要 原來我們兩個 每一個人 我那天跟他講什麼 我說情侶之間很奇怪 情侶之間很容易聽到對方抱怨對方 就是因為我們就有講到說 我們認識了幾個朋友裡面 然後他都會互相的抱怨對方說 嗯你看他他是一個超級緊張的人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會說 沒有他才是那個緊張的人 然後因為我們常常聽 對方在抱怨的時候 只有聽到一面的說詞嘛 就單方位的說詞 所以很難去判斷說 到底是他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是今天才今天早上 我在跟我講講話你知道嗎 其實我發現啊 雖然啊情侶們喜歡彼此抱怨對方什麼事情 但是其實他們的共同性 他們其實都有一種共同性在 也就是說這個情侶你抱怨的 這一件事情 一定在你身上也是有機可循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像是我舉我自己的例子來講 我例子就是我會抱怨我的老公進不下來 他是真的進不下來 他是 他是我的 我的朋友裡面公認進不下來的人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會常常說 跟他旅遊好辛苦好累喔 跟他旅遊的時候都沒有 都覺得沒有好好休息到 然後反而更累 然後人家那種 人家去度假啊 人家去 幹嘛的時候都會 都能夠好好的休息一下 然後好好的放鬆自己一下 都可以坐在海邊 就是坐在泳池邊好好的曬個太陽 我老公就不行啊 就像他來到Vegas 他就經過那個Soul Cycle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什麼叫Soul Cycle Soul Cycle就是 好像那種騎腳踏車的活動 騎腳踏車的那種運動 但是他是屬於一個滿激烈的運動這樣子 像我老公看到這種東西的時候 他就很想去嘗試啊 他就很想去試試看啊 然後我就說 好辛苦好累 我們度假的時候難得放鬆自己嗎 然後就說 好辛苦喔好累喔 你確定要去嗎 他就說對啊 因為他這樣子就會覺得說 自己好像 好像有休息到啊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可是 我怎麼覺得就好累 你就不能好好的靜下來嗎 然後你知道嗎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雖然我在抱怨他靜不下來 可是 他就會抱怨我在工作的時候 明明好不容易找到 小幫手然後幫我 幫忙我這一塊缺 然後找到別的小幫我 找到這 幫我照顧這一塊缺 這樣子再講好了 可是 我就總是還會再找事情來做 然後把自己搞到很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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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所以他就會 某一個程式上 雖然是在度假上行為上 我不是靜不下來 但是 老公就是還是會同樣抱怨我說 你也靜不下來啊 你懂嗎 你也靜不下來啊 你也是 人家 人家叫你好好休息 你也不能好好休息啊 呵 不過anyway 給大家參考看看啦 這個改天再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因為我真的發現說 其實你在抱怨的那一個人 你在抱怨的那一個人 他身上 特別是情侶上面 特別是情侶上面 他身上總是帶有一些些 你自己可能有意識到 或者是沒有意識到的行為 等於說你在抱怨的其實某部分的自己 是你自己沒有辦法更改 或者你自己沒有辦法 呵呵 面對的那一面 所以給大家注意 可是 通常兩個人會在一起 一兩個月不算 可是像兩個人會結婚 會結婚很久 會在一起很久 身上一定都有某些特質 其實是有一點點像 懂嗎 所以anyway 給大家參考看看啦 只是很久沒有上來做直播 然後上來跟大家講說 這一陣子我很努力很努力 我很努力的想要把你們 給我的東西 趕出來給你們 嗯 到現在還有人在問我 諮詢 怎麼算 怎麼收費 我好像每一陣子 就會有人來問我這些問題 我已經問到我其實 也不是很想要回答這樣的問題 到現在還要來問我 嗯 版主你怎麼諮詢 然後諮詢費用是多少錢 然後 該怎麼跟你約時間 等等等等等等 麻煩請你們有空去我的網站搜尋 啊 網站還不知道在哪裡的 每一集的直播後面都有 它是ruowen.com 或者是ruowen.com 很好找 一進去就會看得到 進去會跟我講說 版主都是英文耶 我看不懂 連結上面有寫中文 就點中文就可以了 好嗎 所以 我們就不多說了 嗯 除此之外還有 還有啦 就不講了 把它留到直播的時候再來講 嗯 應該就先這樣子吧 還有版主我最近是真的變成紅色孔 因為覺得只要跟我頭髮顏色很像的 我都很想要去拍張照 呵呵 因為我也不知道可以留多久 可能在一兩個禮拜就會褪色 對吧 所以 anyway 只是上來跟大家稍微的 第一次上直播 上來很快的跟大家說聲嗨啦 嗯 然後 我 盡可能在老公 因為老公現在去躺沙灘 不要跟他出去 好熱好熱好熱 呵呵 這裡 這裡好熱好熱好熱 呵 所以不是很想 躺在 躺在石邊曬太陽 嗯 所以才有時間跟大家做直播 然後等一下看看時間還有多少 可以的話就再繼續做直播 好嗎 不然 暫時的話 暫時先這樣子喔 只是上來跟大家報個安 要訂書的朋友不用擔心 然後 關於座談會的 到這個月底 然後 馬來西亞的朋友們 呵 因為我發現馬來西亞沒有很多的 報名率 所以 如果在沒有很多的報名率的狀況下 會考慮明年是不是就可以 不用開 我們明年 如果這個狀況的話 可能就是不開馬來西亞 然後直接 看新加坡有沒有人要報名這樣子 所以 歡迎馬來西亞的朋友們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啊 可以踴躍報名 今年的座談會 好嗎 所以我們暫時就先這樣子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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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